接著到21年的第13題 第一個pattern裡面有三點 對於任何的正整數n在下一個pattern裡面加2n加3個 去第n的pattern裡面就形成新一個pattern 問我們第八個pattern裡面有多少點 他說了一些好像很難明白的東西 但其實我們只要用一些代數的方法就很容易明白 例如我們把n代1 n代1的時候在第一個pattern裡面加5點 因為n代1所以2乘1加3是5 就會形成第二個pattern 所以我們就知道第一個pattern是3 所以第二個pattern就會有8點 如是你不斷地這樣做就可以了 然後n代2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加7點 加多7點 所以就會是15 然後n代3的時候你會發現加9點 就是24 你開始有些發現的 開始有些發現什麼呢 就是這裡加了5 這裡加7 然後這裡加9 你慢慢再數下去 加11 加13 加15 OK 加11 加13 加15 這裡去到第七個 所以最後再加多17 就應該會形成第八個 所以我們就加了它 就是3加5加7加9加11加13加15加17 出來答案就是80 所以第八個pattern 就應該會有80個圖案 所以就會圈到答案是C 你記得這些關於數列的一項目 如果它在Session A出是可以數出來的 你就不需要特別列色去計算的 就是這樣